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旁边上的官场 我们先来请教蔡丰顺老师 好的 感谢佑达 今天的底标下得非常好 真的 台湾股市今天跌最深是跌106点 刚刚好回测季线之深 然后这样拉上来 纵使尾盘没办法翻红 因为尾盘大概跌个66点最吉祥 但是我告诉各位 这不是挺好的吗 你说美国股市在今天早上 劳动节休市也没有影响 那台股从昨天的尾盘 来到了17633点就吉沙 各位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盘面 礼拜二本来就要延续 昨天的沙盘力道 但是有沙下来吗 没有沙下来 所以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所有的动作 你既要了解产业面 你也要了解盘面 你看蔡老师的节目 全部都一次来告诉你 所以你就不用茫然了 持续锁定 来 先把蔡老师的祝福放在心里 尤其现阶段 这个新北市疫情好像怪怪的 对不对 连幼儿园都中 小朋友真的是很无辜 这个听新闻大家都很心疼 所以说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都平安健康 大家赶快把手藏洗手 然后口罩戴起来 希望这些有得 这个病毒的小朋友赶快痊愈 跟他的爸爸妈妈也一样 那台湾股市有蔡老师在这边 我不仅告诉你热闹的看点在哪 也还跟你讲门道 法人怎么看 市场派怎么看 你都可以趋吉避凶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你到底想看什么 这一张字卡是金门的太湖 就在823战使馆旁边 蔡老师8月20号的时候 全晚金门富康巴士 正好在太湖这边 就是这样子早晨散步 这上面就是太阳光 佛光普照 挺好的 今天8月1号 希望一切都吉祥 疫情赶快再降温 不要说什么二级要再升三级 太离谱了 各位 全世界都要跟病毒共存 各位 我们不要再自己制造慌乱 台股多空无常事 产业选股见真章 对 你去说这个大盘涨跟跌 各位我吓出一身冷汗 因为我刚刚讲说跌66点刚好 结果真的跌66点 刚刚明明是跌46点 请导播打出来好了 各位 真跌66点 各位 这个两分钟前跟你讲的 66点43点 我们继续看下去 来 产业选股才能够正面迎战 所有大盘的现象 各位对不对 来 这是昨天到今天增加的8月份营收创新高 昨天16档在这里 那经过一个晚上增加到52档 也就是增加了36档 各位你知道 所以包括什么 联电8月营收新高 好 就从这边切入就好 来各位联电 今天9月7号开高706 马上压下来 原因无它 我已经告诉各位了 市场派选定了 所以联电筹码乱了 所以筹码乱的话 今天就没有理由再给你走墙 但是也不会落去哪里 各位 来啦 昨天是不是21年新高72块 对吧 今天压下来算是比较弱 因为把昨天的低点跌破 但是整个族群金元代工 也不是只有联电而已 还有台积电 还有世界先进 那就够用了嘛 各位你看看 8月20号 当时你万念俱灰的时候 礼拜五嘛 联电杀到544 蔡老师当天在金门 我重播礼拜四的 8月19号的 一言新帮 我还是告诉你台股的阻尼器 除了台积电之外 就是联电 就是世界先进 而且故事要这样发展才精彩 你想买联电杀下来 那不是挺好的吗 对不对 那你想说老师联电 我很有信心杀下来不敢买 那就是玩笑了 说实在来 我就明讲那就是玩笑 如果你本身对这种个股 都已经内行的话 我问各位 难道法人会追高吗 法人也不看报纸 你认为法人会看台湾的一些财经报纸吗 不会吧 合理的买点就买了 正好加上蔡老师讲就是这个主轴 一般人都不相信 因为你们还是想要去追 航不航海的 这一次都赔很多钱 对不对 没关系蔡老师救你 好不好 今天不是在盘中给你救万海吗 是不是锁涨停 各位 上次帮你救万海 连续三支涨停 记得吧 各位 我跟你讲要趋吉避凶 你不避凶 你后面趋吉也没你的份 各位是不是 你看联电 是不是 你说老师在看你 对啦 以往的东西我也不用去臭屁 验证就好了 各位是不是 做股票就轻轻松松 到9月6号礼拜一 蔡老师从马祖捐赠回来 对不对 72块 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讲说 高盛看到102.8 那管他的 好不好 反正他讲这种又不用负责 那最差的 看联电最差的 看不好看到多少 70块 有没有 这不就得了吗 各位 来 问题是有没有题材 有吗 你看 当初全市场认为联电都不涨 奇怪了 蔡老师在7月28号公开跟你讲联电会长 你看 为什么蔡老师有那么多的学员肯定 全世界各地不只台湾 全世界各地 蔡老师收了很多 这些旅外的什么 台湾同胞 都在世界各地 他们一样在网路看得到蔡老师的节目 对不对 你看 51块8 7月28 联电 这才是专业 你的老师 联电不涨 根本不会去讲联电 联电涨起来都说他买在低点 我也笑了 因为这种节目大概 市场上有九成以上都是这种节目 一天到晚都好像在跟你逼名牌似的 各位有没有 有意义吗 联电为什么涨他也不讲 都是跟你讲说买在低点 对不对 那高点为什么不卖 跌下来的时候才跟你讲说卖在高点 台积电来各位 今天 这昨天9月6号来到638 是不是波段新高 有没有 是吧 低点就不说了 那时候蔡老师 独牌综艺 我就告诉你 这是台股的阻尼器 你想一想101大楼为什么能够抗风抗震 中间有阻尼器 台股为什么能够抗风抗震 因为有台积电这个阻尼器 懂意思了没 8月25台积电涨价 说实在我真不知道 你说老师你一定知道 台积电不会把这种消息 像其他公司一样 这样洩漏出去 让那些高级主管去买进 然后扯出内线交易 台积电不干这种龌龊事 那是其他那一些 不入流的公司才在干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涨价说实在 这可能是蔡老师运气好 那我是不是告诉你说 这叫龙抬头 对不对 神龙抬头 龙抬头对不对 就一路涨 涨到638 连619他也不收619 他收620 各位有没有 上礼拜五9月3号 这不就得了吗 今天台积电要投资高雄 爱台湾跟蔡老师一样 对不对 直接用实际的行为爱台湾 各位是不是 做事的人 有时候都很讨厌讲话 做事又不错了 一天待会儿在讲话 又不是要选举 选举是不是都讲话不做事 你一清二楚 对不对 来台积电 今天开634 低点623 收盘收623也不错 你说老师为什么不错 他昨天低点就没跌破 是不是联电比较弱 各位是不是 对 8月20号 台股阻尼去551台积电 相信吧 你知道你这一波赚了快90块 各位台积电 有没有看到 市场上能够撼动世界的力量 正要等着帮助你 蔡老师有没有讲过这个话 明天再拿字卡给你看 台积电要涨价了 我是不是就跟你讲 就这样其他不用说了 讲半天没有意义嘛 后面的果实 你要前人重数后人成两 所以你要找一个人 能够真正了解产业的 当你的军师 不是在带你拆股票 你如果那么会拆运气那么好 去买乐拓好不好 不要来股市里面 股市是要真枪实弹的 我是不是跟你讲 左线预备 右线预备 全线开始涉及 成熟制程预备 先进制程预备 全面开始涨价 懂了吗 正好庆祝823 胜利63周年 各位有没有 台积电 8月26晚上 还在跟你讲一遍 有没有 涨9块收594 有没有 是 对不对 世界来 昨天173 对不对 今天的世界 最高172 也是强 你来看看是不是联电最弱 是不是连昨天低点都没破 所以台积电强 世界强 联电弱也没关系 因为 从融资的变化来看的话 这一些 短线的市场主力都在 还是在玩隔日冲 所以说 他们也用了很多ETF 去诱使法人去追价 然后他们再到ETF 也是蛮贪心的一群人 我就不点出来 那一些特定券商 有时候电视台会追踪 所以我跟各位讲 看蔡老师的节目很舒服 我一定告诉你 法人会大买的股票 然后我们逢低去买 然后再 卖给法人 不是在生涯的 不是在说自己买 买了 叫亲家朋友来买 然后你再卖给亲家朋友 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各位懂了吗 做股票可以很轻松 盘面看得懂 蔡老师的讲法 你更能肯定 我说为什么昨天跌 今天也跌 因为龙抬头 万物皆扶手称臣 各位 是不是 懂意思了吗 龙都抬头了 请问还有谁敢跟龙作对 台积电都抬头了 所以是不是昨天很多个股 很多的一个市场派 都已经出掉了 为什么 拼不贏台积电 拼不贏蔡丰盛 拼不贏一言新邦 各位懂了没 那我跟你讲的周一效应 昨天是不是跌21点 这个礼拜是不是整理 你说老师有贏吗 从金门回来一路涨 花蓮8月30号回来一路涨 马祖回来又一路涨 高17633 昨天是不是没收上17626 注意 售盘大盘站上17626 可能9月份中下旬就出现了 然后就会突破 18034 故事这样发展才精彩 信不信有你 因为我有最好的战友 我也不用值得你信不信 每天都三四百亿 进来台湾股市买蔡老师的股票 这不是挺好的吗 各位 今天是不是小跌66点 刚刚30分跟你讲 收66点最好 其实我也错了 因为它是66.43点 所以说我还是误差了0.43点 明天再加强 各位 所以你看看 17099 17626就在这边震荡 寻求战机 后面就一举登峰 好不好 18000站上去就不要回来了 那些现阶段仰空的 好像有53000多张 很多的同业做多 做不贏 半坑又被嘎掌停 真的一塌糊涂 那都是投机分子 日子久了 你就知道蔡老师在讲谁了 各位知道吗 所以做股票是不是很轻松 你要不要跟最实在的老师 昨天27.568 今天也27.568 昨天不是柳树法则吗 今天 一样 为什么 强势完真的 外资完真的 各位是不是 难道你不希望台股涨吗 是吧 老师帮你调热钱来了 我不是在调市场派大户 市场派大户都要坑杀你的 他跟你利益是冲突的 蔡老师没有 蔡老师希望热钱越多越好 升破27块5 再升破27 再升破26块5 然后后面站上2万点的时候 最好新台币来到26块 当然我们那些做笔电的厂商就气炸了 关我什么事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又要股票赚钱 又要本身的一个股价涨 然后又不准外资汇进来 那是在谁炒作 各位 选一边吧 好不好 支不支持热钱流入支持吧 全世界看好台湾 还在说台湾不好 所以你来看看当初 大涨399周一效应 我是不是跟你讲 来了 正好蔡老师8月20 礼拜五金门捐赠完之后 8月23大涨400点 我就说来了 蔡老师回来了 多头来了 我说对不起 大家受委屈了 从8月9号一直跌连跌10天 不要再哭了 好不好 老师来救你了 宇宙中没有天花板的 赶快跟上丰盛号 各位 所有的内容 全部都放在 YT Lite TG跟网站 蔡老师邀请你 直接加入YT 搜寻品封 这个logo 公司的 然后点击订阅 记得蔡老师 没有在脸书有账号 也没有在发表文章 好不好 所以脸书的这些东西 尽量不要看 诈骗了很多 不相信你去看金管会 跟投信投顾工会 好不好 做股票跟做人一样 做实在的股票 好不好 进厨房就不要怕乐 买股票你就不要怕证 蔡老师邀请你 来做投资人的多宝格 一样有买 一样有卖 做股票一定要卖 不要什么一张都不卖 那是骗你的 股票说半天 那是因为法律赋予 它是有价证券 其实还不是一张 印刷比较贵的纸 有没有道理 这个东西要讲到金刚金了 各位是不是 所以说 如果什么都不懂 又想赚钱的 简单一句话 枪在手 钱在你的手 要买什么股票 跟着蔡老师走 懂得吗 先把节目时间交还给 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 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一眼新帮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 那个中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 平安健康 听说这个待会记者会 大家都要密切的收看 因为这个包括板桥 包括中和 对不对 包括这个还有台北市 尤其小孩子也没办法戴口罩 小孩子哪有疫苗哪有口罩 然后这些幼教的老师 也打过最好的莫德纳 你说打 赶快来打三剂打两剂 那都没了 各位以色列已经谈到 要打第四剂了 全世界疫苗收购最多 除了美国就以色列 他们给你管什么三剂 他们要打第四剂了 我看以后你要上街 都要拿点滴插在手里 你才敢去shopping 我告诉你 所以赶快 希望神仙出来救世 各位 那股市有没有神仙 没有 股市只有热闹跟门道 外行看热闹 内行才看门道 这一张是 马祖最高的山 叫云台山 蔡老师 特别 这边有一个太阳 晨曦的太阳 我把它照起来 你要看什么 你选一下 你也可以选择看热闹 还是看蔡老师 一言心邦 看门道 好不好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所以台股多空无常事 产业选股才有资格 喊出见真章 来各位 看ABF 南电 昨天三档 这个ABF的个股 全部创新高 包括南电 南电前一天 才刚说 他的8月份营收 没有创新高 月衰退 接近4% 好像3.61 但是你看昨天拉长虹 456 那今天的一个南电 各位大盘震荡成这样 各位南电 451 也算是强势 你看不出来吗 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季线 各位很多个股是破季线 很多个股是破季线 各位这些都是在季线之上 大盘今天是回撤季线 好不好 所以我只有八个字送给你 叫做当局者迷 控盘者 好吧 锦硕 今天公布了 营收新高 这个我这里有资料 给你看一下 这个你看蔡老师准备的东西 就明显的 跟其他同业完全的不同 对不对 因为这个你才知道 什么老师有认真在帮你看 锦硕3189 营收新高 对不对 好来 昨天已经拉到229了 今天拉到228 对不对 但是今天从228起到208 尾盘再拉长下引线 这有什么不好 棒不棒 你自己心中有一把尺 来 欣欣 昨天也创新高 但是昨天弱 原因买盘不强 158.5 那今天大盘这样震 他依旧高点有攻到156 但是呢 南电营收没创新高 也创新高了 股价创新高 然后呢 锦硕 他今天公布营收新高 但是今天配合大盘整理 对不对 那如果明天大盘要上攻 欣欣正好讲 他的营收新高 他是不是会率先过158.5 我们拭目以待 好不好 因为故事要这样发展才精彩 你看锦硕 欣欣南电 蔡老师一定都符合法规 我不是在跟你单挑 叫你讲说 要紧硕 不要买新新南电 买新新 不要紧硕南电 买南电 不要紧硕新新 法规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列族群信 而且要三档 让人家看 这才是真正的专业跟合法 各位 昨天紧硕买415张投信 新新是调节32张 这也没调节 南电大买1040张 前天的南电营收刚爆出来 没有创新高 昨天投信大买 你觉得他们会看不好吗 来 今天早上经济日报的消息 欣欣跟锦硕目标价又上修 对不对 李洋讲这一大堆 我觉得都是在 从我之前跟你讲产业面的东西 写出来的稿子 重点在于 你注意看 欣欣看到205 锦硕看到300 台光电看到285 这是这边的一个消息 各位知道了吗 VT商机 你看南电看到多少 635 锦硕看到265 欣欣看到230 高盛 这一波高盛 完全跟着蔡老师的脚步 完全都讲对了 你说老师 为什么跟着你的脚步 因为八月中旬 是他们在喊不好的 你知道那时候 还有人在调降台积电 调降到多少 好像调降到485 你记不记得 台积电不是公布 他毛利率 第二期毛利率 做文章 好的都不讲台积电 都说台积电毛利率不行 有没有 这一次涨价 全部杜悠悠之口 对不对 全部都往上调 所以你要再去信外资吗 还不是一样 买好了就给你放利多 想要卖光了 就给你放利空 听蔡老师的话 找到真正专业的人 克服这些害人的新闻 知道吗 亚聚 你看今天 你说为什么这么强 这蔡老师跟你报告过 绝合号除息 今天大涨 如果还原上去的话 已经创新高了 绝合号 0.2元 银配 然后现金股利1.2 对不对 你看亚聚当时是跌6毛 0.65元 9月1号我跟你讲的 你看 蔡老师就是这样与众不同 华夏 亚聚 台聚 跟台达化 所以才会那么多投资朋友 来认同蔡老师 来加入蔡老师 这个大家庭 昨天的联勇 创新低430 但是营收竟然公布了 连8个月创新高 后面怎么走 旺海今天也拉涨停 各位旺海今天很棒 加油 因为三档 长龙 阳明 旺海 我只看好旺海 台光店 红杰科 还有什么 还有最后一档 今天公布的金元店 营收都新高 后面怎么走 希望你要跟上来 所以我在那边跟各位说过 直接加入YT的品风 好不好 你操作股票的观念 如果不正确 所有的游戏 你根本不会赢 你就是输家 所以希望你优化 本身的持股 蔡老师教你 叫做合而不同 不要人家讲什么 你就跟着去做 好不好 听蔡老师的话 把我所有的东西 都吸收进去 这才是对你有帮助 老话一句 枪在手怎么办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一通电话 解决你所有 操作股票的疑难杂症 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三所推介分析的个别 有家政却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支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胜利 我们再会